大家好 最近呢我发现网上有些朋友在讨论就是 英伟达老的显卡驱动程序 跟新的windows 10 windows 11的 系统版本啊有冲突 那么这安装不上 包括我自己呢有一台老的笔记本 然后呢也尝试安装的话也是安装有冲突啊 那么找了很多方法啊 然后网上呢有很多人提供了一些教程 但是看上去很复杂 其实呢不需要这样子啊 包括我在这个笔记本的官网比如说 联想啊戴耳啊它上面的话 其实那个驱动程序的话 肯定是没有官方来的更精确更更好 那么我如果打开这个官网的话 中文官网的话这样子的 然后点这个驱动程序 点进来之后呢 它这边会是这样子的模式啊 这样子模式 然后发现啊就是这样选择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类型 就是这边选择可以可能说两两个类型啊 但是你下载下来之后 它可能会提示你啊dch啊这个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再怎么找都找不到是吧 然后哎这个就有问题了 然后我刚好发现了英文官网 英文官网这边搜索是这样子的 其实呢它是一个高级搜索啊 只是呢这个啊 可能搜索结果里面 它显示的在前面一些 那它这边就有类型啊 windows啊 Java type啊 然后这边有 驱动类型啊 驱动类型的话 可以选择标准和dch版本 那如果说反正就两个版本嘛 你一个专不上的话 你就安装第二个就行了是吧 那最关键的原因就在这一点啊 所以说呢很多朋友装不上啊 然后也找不到这个驱动啊 所以说呢 网上甚至还有人花钱买驱动啊 那么你就没必要了 然后你就可以 我觉得官网能装上的 肯定能装上的啊 官网 肯定是比一般大众要懂自己的产品 对吧 那么中文怎么去找呢 其实呢很简单啊 你看这个网址啊 这个是它是官网的英文版和中文版是分开独立网站 但是呢也差不多啊 你看这个download的啊 fand.aspx 然后这边的话是download的index 这个的话是驱动程序下载 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高级的啊高级搜索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这个index改成这个fund就可以了 好我这边在修改成功了 然后点回车一下就行了啊 哎他这边进了高级搜索是吧 高级搜索的话 他这边就展示出来了啊 dch和标准版本啊 但是这个链接是很难找很难找 所以说很多人找不到 然后导致了这个问题啊 我也当时很纠结了很久啊 所以说呢这个给大家 演示一下 然后大家就不用去网上去花钱买驱动了